有些病患的結石發作跟腸胃炎的症狀很像 所以病患都會先跑去腸胃科 結果檢查腸胃是沒有問題的 就轉接到泌尿科來 所以一檢查下去才知道是輸尿管的結石 輸尿管結石它這一段的神經 跟腸胃的神經很... 控制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先以一個腸胃的症狀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看腸胃科 結果竟然不是腸胃的問題 而是輸尿管結石卡在這邊 所以會噁心嘔吐 腸子蠕動會脹氣 會脹氣那些問題 然後呢 因為爬山是一種運動 它會有震動 震動之後呢 這個石頭呢 它就會從這邊掉到這邊來 就會卡住了 所以會有腰疼痛 如果腰疼痛很沒有明顯的話 還是是腸胃的症狀 所以爬山的山友呢 如果你去運動的話呢 就震動 然後你要喝很多水 讓它很順利的把這個石頭呢 如果卡住的話 很順利把它排泄出來 因為爬山你會流汗 大量的流汗 所以水分會缺 所以大量的喝水之後呢 如果萬一有石頭在山上發作的話 大量的喝水就會把這個石頭 沖到旁邊來 不然在山上沒有什麼藥可以吃的話 是非常辛苦的 那千萬記住 不要口渴才喝 應該沒有口渴之前就要喝了 大概喝2000cc的水分 然後每次都喝100-200 這樣的量就可以了 謝謝你 謝謝니까 sensory問題 share 我記得